韩国一个在二战废墟中诞生的贫穷小国 曾经人均收入不足100美元 现在却摇身一变 成为文化和高科技电子产品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国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 韩国经历了怎样的变革 又是谁推动了这些变革 关于韩国经济的浴火重生 那些你必须知道的故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谷论金 我们这个以时政评论为主的频道 从去年12月份以来 推出了一系列经济节目 前面已经探讨过 印度、新加坡和台湾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另一个 亚洲经济大国 韩国 韩国论起它的国土面积 连世界前100名都排不进去 但是要提起它的经济实力 却能妥妥的进世界前15强 它是世界排名第7的出口大国 其国内生产总值GDP 居全球第13倍 今天当你走在首尔江南区 你会看到最时尚的超高清巨型电视墙 地铁都提供无线WiFi 街头的年轻人手里拿着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 甚至现在韩国的年轻人 卖貌都不太一样了 由于饮食结构的改变 韩国男性的平均身高 比起30年前高了3.5英寸 女性也比他们的祖辈更加漂亮了 当然后面这件事很可能得归功于 韩国非常发达的医美事业 不过如果你在街头 问一个韩国老百姓对于国家的看法 你可能会听到一堆的吐槽 有人抱怨 人口老化太快 有人会向你怒喷 贪污腐败现象 有人会对财阀控制国家经济感到纷纷不平 还有人会抱怨 生活压力太大 不幸福等等等等 尽管有许多的不满 存在着许多的不足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 韩国毫无疑问 是一个让人羡慕嫉妒恨的邻国 曾经有一个调查 说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 愿意排着队和韩国交换位子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和韩国人同属一个民族的北朝鲜 在那里许多人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要偷渡到韩国去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曾经有一个阶段 南北韩之间的偷渡关系 是反过来的 是南韩人要偷渡到北韩去 你会不会惊掉下巴呢 可是这件事情 它确实千针万确的发生过 因为在那个阶段 韩国人比北韩人还要穷 在1950年代朝鲜战争之前 朝鲜半岛一直是北方拥有工业和矿产资源 而农业在南方比较集中 所以北方比南方更加富裕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后 半岛继续被一分为二 1960年韩国的人均GDP 只有北朝鲜的三分之一 仅仅82美元 站在三八线的这一侧翘首北望 许多韩国人心中那是一个绝望 于是就不断上演有人偷渡去北韩的戏码 然而就从这个时候起 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 韩国就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 缔造了汉江奇迹 从一个要资源没资源 要人口没人口的悲催小国 脱胎换骨 一步步成长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这一段经济翻盘史可以说比韩剧更加精彩 在这一场大戏当中 有苦难有战争 有军事政变有谋杀 有一次次的经济危机 更有从危机崛起之后更加富强 一桩桩一件件都扣人心弦 那我们今天就从几位韩国总统和一群财阀 以及他们所承载的三个历史阶段出发 来分析韩国的崛起史 1961年 朴正熙将军通过军事政变上台 成为了韩国的第三任总统 他一共连任了五届 在韩国执政了18年 朴正熙是一个非常特别也备受争议的人物 他一手缔造了汉江奇迹 将韩国从贫穷的农业国打造成为了工业化的中等发达国家 但是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以铁腕统治追求发展经济 被称为独裁者 1979年 朴正熙被布下枪杀 在朴正熙之前 韩国的第一任总统是李承晚 他虽然是哈佛高材生 但是他是一个贪污腐败 刚愎自用的人 也很无能 在他统治下 韩国经济惨不忍睹 几乎完全靠外援苟延残喘 朴正熙军事政变到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 没有工业也没有能源 五分之四的人口是农民 那朴正熙怎样才能够做到震衰起壁 让国家独立自强呢 身为军人朴正熙对经济一无所知 他唯一的想法就是 既然咱们穷那就得搞钱咯 可是怎么样才能够搞到钱呢 1960年代的韩国 国内消费力很弱 那就只能够从外国人兜里套钱 以出口赚取外汇 国民的收入增长上来 才能反过来拉动国内消费的增长 1962年1月 朴正熙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提出了韩国的出口型经济方向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 请问拿什么出口呢 除了农业 当时的韩国一无所有 更倒霉催的是 由于土地不够肥沃 出产的粮食 韩国人自己吃都填不饱肚子 哪还有余粮出口呢 在日治时期担任过日军少卫的朴正熙 于是就把眼光投向了日本 他效法东京 大量生产玩具鞋子服装 这类生活消费品外销 1960年代政治越南战争开打 这个天时是帮了朴正熙一把 因为韩国是美国的东亚盟国 所以得到了美军的军需合同 这为韩国的经济发展赚到了第一桶金 虽然朴正熙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 但是当这个计划结束的时候 韩国的年均GDP成长达到了8.3% 出口的年均增长达到了惊人的29% 在接下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韩国的年均GDP的增长速度达到了11.5% 之后随着技术的积累 从朴正熙末期向全斗坏时期过渡期间 韩国也终于完成了从农业向重工业的转型 造船、钢铁、机电等等行业兴旺起来 终于实现了经济的第一次鸟枪换炮 接下来还得说朴正熙是个有眼光的人 他大力投资韩国的人力资源新办学校 又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大建公路港口等等 为经济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同时为了让出口更具竞争力 他让韩元贬值 为了控制金融他将商业银行收归国有 在经济剧度层面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朴正熙不过就是运气好 踩对了历史的风口又跟对了大哥 选对了方向 的确做到这一步并不算难 毕竟有日本的前车之鉴可以效仿 难得的是虽然有日本在身边 韩国还是有这样的追赶速度 不仅这两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都按时完成了 而且很多指标还超额完成了 那这其实得归功于朴正熙一手缔造的财法经济 朴正熙知道要实施庞大的开发计划 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合作伙伴 也就是说他必须得和那些实力深厚的企业家合作 于是朴正熙就把眼光投向了 韩国那些由家族经营的商业集团 也就是财阀 韩国的大多数财阀都是在日本统治期间建立的 在里程碗执政期间 他们是靠以清仓价抢到了日本留下的工业设施而发家致富 这其中就包括很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大品牌 比如1946年4月 现代集团的前身 现代汽车修理所成立 1947年1月 LG集团的前身 乐喜化学工业社成立 当时它是生产面霜的 1948年11月 三星集团的前身 三星商会成立 当时它的主业是贩卖水果和干鱼 后来更名为三星物产 并且进军制造业 1950年4月SK集团的前身 险经之物被私人收购 当时它是从事纺织业的 从这些韩国顶级企业的发家时 我们不难看到 他们大多数是在二战结束早期成立的 除了现代汽车 其他那些企业 起家的行业和今天都大相径庭 他们是靠一步步转型走到今天的 所以不断转型这个事情 从一开始就深深植入了韩国人的基因 从国家到企业 整个社会都有极大的灵活性 在变化当中求生存 朴正熙和这些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的企业们合作 并不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那样 那样的温良有礼恰恰相反 而是非常强横的军阀作风 就在他就任的几个星期之后 就把许多财阀的执行长关进了牢房 还迫使其中几个人背上背着一块牌子 牌子上写着 我是一头贪污的猪 我吃人等等污辱性的字样 来游街示众 直到这些人同意了他的经济计划 而且缴纳了巨额罚款之后才放人 当时三星的创始人李炳哲就被控以贪污罪 被迫向朴正熙政府交了8亿韩元的所谓罚款 而且李炳哲拥有最大股份的韩星银行和星叶银行也被收归国有 但是李炳哲非常识识误误 懂得隐忍 该装孙子的时候坚决装 也因为这一点他得到了朴正熙的赏识 最后反而因祸得福 得到了国家级的大礼包 所谓礼包就是政府提供出口补贴 退税 低息贷款 为裁判们建厂征地提供便利 简化他们的行政审批手续 甚至还为他们减免进口原料的关税 那这种大棒加胡萝卜的做法果然有效 韩国的经济开始迅速升温 1973年朴正熙又推出了一项政府高度主导的产业计划 大办重工业和化工 对于新工厂的选址规模具体设计等等 政府都有详细的规定 朴正熙亲自挑选了几个有冒险精神 又能力强业绩好的财团伙伴 要求他们立即动手 而且同样承诺提供退税补贴贷款等等方面的优惠条件 朴正熙恩威病师 财阀们为他收拾的如同温顺的小绵羊 也成了执行他经济政策的衬手工具 但是朴正熙也保护了财阀们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 排除外国竞争 这些做法则是为后来财阀们势力做大交横跋扈 埋下了隐患 不管怎么说 结果是在朴正熙执政的18年当中 韩国经济始终保持强劲增长 年均的增长速度超过了9% 韩国的人均GDP从1960年的只有82美元 上升到了1979年的1857美元 与当时的经济新星墨西哥和巴西并驾齐驱 1988年 当朴正熙的接班人另外一位将军全斗焕下台的时候 韩国的人均GDP已经增加到了将近5000美元 财阀们一直是韩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头顶上的政治强人逐步黯淡 这些财阀们的势力也逐步发展壮大 他们的业务伸展到了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被韩国人形象的称之为八爪鱼事业 1984年韩国最大的50家财阀 他们的产值居然占到了国家GDP的94% 确实太惊人了 这种财阀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模式 也逐渐变得扭曲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这部分我们稍后再讲 铺垫了这么多 终于说到韩国遭受到的最严重经济危机了 从1960年代开始的汉江奇迹以来 韩国人已经习惯了高速增长是理所当然的 但事实上它肯定不是理所当然的 危机总是慢慢积累的 但是不管积累的多慢 当它到来的时候 这个社会上99%的人都是没有准备好的 1997年5月 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突然来袭 韩国的出口首当其冲暴跌 韩元和股市的市值也是自由落体一般的下坠 裁判们手上的大笔外债 由于韩元突然贬值 那就根本没有办法归还 和过去一样他们只好向政府求援 韩国国库里的外汇很快被瓜分溢空 那么更多求救的公司政府是想帮也帮不上 那这些平时看起来不可一世的大公司 顿时摇摇欲坠 整个国家笼罩在破产的恐惧当中 在危机爆发的一年半时间内 韩国有成千上万家公司倒闭 失业率飙升到了历史性的8.6% GDP是下降了30%多 那人穷之短 韩国政府不得不丢下面子 向国际货币机组织IMF求救 请求570亿美元的纾困贷款 这个数字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IMF也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个的SOS求救信号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击 让因为繁荣已经变得自大的韩国人措手不及 但是危机的好处是能够前所未有的凝聚社会共识 他给韩国的选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刺激 就使得原本比较保守的选民也采取了激进立场 最终选出了金大忠做他们的总统 金大忠是韩国政坛的又一个奇特存在 他在朝鲜战争以后弃伤从政 一开始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在政坛屡战屡败 但是逐渐成为了在野党里面争取民主自由的领袖 在朴正熙和全斗焕执政期间 他竟然前后5次遭到暗杀 其中有一次朴正熙的特务绑架了金大忠 准备把他石沉大海 还有一回特别悬的 是政府雇佣的打手开着一辆大卡车 撞向金大忠乘坐的小汽车 金大忠的司机和另外两个在车上的人当场逼命 金大忠自己也因伤而终身博足 1980年全斗焕政府还逮捕了金大忠 宣判他死刑 但是几乎每一次他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 都有美国人出来给他解围 所以最后这位倔强的老兄 只好流亡美国躲避迫害 1997年12月的韩国大选 是韩国命运的转折点 这个国家居然一举扭转了几十年军事强人的统治 选出了金大忠这样一个异议分子作为总统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 就是1997年韩国发生了颜色革命 当选以后的金大忠知道 颜色不颜色革命的不是关键 关键是韩国能不能完成经济革命 建立起一个更开明的经济体系 否则的话不仅1980年代开始的民主转型无法完成 甚至韩国人有可能重新落回到贫穷动荡的处境当中 那啥革命就都是浮云了 金大忠经常说民主和市场经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基于这个理念 它展开了全面的自由化经济改革 那这是韩国从汉江奇迹和1987年的民主转型以来 第三次国家道路的关键转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援助的时候 通常会要求受援国进行更加透明开放的改革 可是碰上金大忠这么一个接待的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做梦都会笑醒了 因为金大忠比债主所要求的走的还要远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他一边放宽了解雇和聘用临时工的规定 增加了雇主的权力 另一边金大忠又扩大了失业救济来弥补劳动者 力图做到左右平衡 为了鼓励竞争金大忠大开国门放宽了行业准入 还放宽了外国企业併购韩国土地的规定 还给予外国公司税收优惠相当于国民待遇 更重要的是他把多年以来 为财阀撑腰的那些规矩一一破除了 金大忠亲自出马 强迫大公司们削减非核心业务 同时实施新的会计准则增加透明度 结果可想而知一段时间之内韩国经济动荡不安 公司们纷纷倒闭有很多公司是经不起查的 就连韩国的第二大财团大宇集团 也因为8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无力偿还而宣布解体 连公司的创始人都跑到美国去躲避起诉 在金大忠这就没有大而不能倒这回事 这一系列动作是让韩国甩掉了不少包袱 但是也搞得风云变色 大宇集团的解体是朝鲜战争之后 韩国经济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势 比起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在2008年的破产 也不遑多让 金大忠的休克疗法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创伤 但是也让投资者们诚实信心 从1999年到2000年进入到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从不足3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了超过150亿美元 接下来7年韩国的外资总额又从2500亿美元增加到8250亿美元 增幅超过了三倍 外资在韩国股市的比重也迅速超过了40% 由于有外国资本的介入 再加上金大忠给雇主松拔 让他们雇人和财人所承担的风险都小了很多 从而就让资本和劳动力这两台引擎又重新点火 推动了韩国经济的快速复苏 韩国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就还清了IMF的债务 到2000年也就是危机爆发后的第三年 韩国的GDP增长速度再次接近了金融危机前的9% 而且除了传统领域 韩国在文创等新兴领域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韩剧、流行音乐的男团女团们 还有电子游戏从2000年代起风靡亚洲 所有这些成就使得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韩国不仅快速复苏 而且经济增速又一路高歌猛进 比金融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增速高了一倍以上 比任何发达国家 从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之后的复苏速度 也都要快得多 好 韩国经济起飞最精彩的部分到这儿差不多就说完了 这是一段非常辉煌的乐章激动人心 但是激昂的部分也不会一直延续下去 韩国的经济增速近几年来呈现了低迷徘徊不前的趋势 2023年韩国的GDP增长只有1.4% 是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 而造成近年韩国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 其实和之前推动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是一个 尽管金大中和他的接班人采取了种种改革措施 瓦解了一些低效的财阀 但结果却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再度崛起的财阀们 势力比危机之前还要大 以2012年为例 韩国30家最大的财阀他们的产值占到了那一年 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毛额的82% 2002年他们所占的比例就达到了53%就够高的了 而10年过去到2012年你看又高出了30个百分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财阀病已经侵入了韩国的骨髓 这些企业的业务已经渗透到了韩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医院到人寿保险 从公寓大楼到信用卡和零售 再到娱乐媒体和电子消费品 也就是说韩国严重缺少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财团们岂只是八爪章鱼 那简直是80爪800爪都不止啊 他们的手伸的太宽 把中小企业赖以生存的养分都给夺走了 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讲绝不是什么好兆头 尽管当前韩国政府和财团之间的关系 不像70年代是那么明确的大哥和小弟之间的关系 但是韩国近年来的最大政治丑门 仍然揭示了政治领导人和企业之间的 见不得人的密切关系 就是在2017年韩国前总统朴槿惠 因为受贿滥用职权和其他刑事指控被迫下台 朴槿惠和他的一位闺蜜被发现 向三星SK和乐天这三家大财团 收取贿赂和索贿 倒霉催的前总统朴正熙的千金朴槿惠被判处20年监禁 他在2021年获得赦免 韩国最大的财团三星电子的会长李在荣 也因为这起案子被判两年半的监禁 2022年获得假释 后来又得到了尹熙岳总统的赦免 如果说真有深层政府这个东西 那么财阀和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前客们 那真说得上就是韩国的深层政府了 老百姓们对此也只能干瞪眼没辙 韩国的财阀是如此独特的存在 以至于英文当中专门有一个词来描述他们 叫做chable 听起来很像是chable 这倒是很符合韩国老百姓的心声 只是财阀们如果都给拆了 那会不会韩国的经济也垮了呢 那这个问题我留给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对比韩国可以说中国重复的就是1997年之前 韩国走过的路 以血汗工厂来换取外汇 中国在2022年所遭遇到的严重经济衰退 其严重程度也可以和韩国1997年遇到的经济危机相比 韩国是浴火重生 危机之后变得更加繁荣富强 那这段华彩乐章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有一说一 虽然韩国财阀们今天名声不佳 但是韩国能够闯过1997年这道生死关呢 真的还就是靠财阀们争气 他们在管理和技术上下功夫 和政府密切合作组成国家队向国际市场找出路 正是因为国家小国内市场单薄 韩国才必须全国一心投入国际分工 力争产业链的上游才能够拿到更多的利润 为此 现代集团放弃了向电子产业的进军 退回到了自己的主业汽车 三星集团也放弃了向汽车领域进军 退回了自己的主业电子 这两家也都因为有所失而有所得 要想在国际市场当中硬碰硬 特别是半导体汽车这种资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行业 中小企业是吃不开的 必须得是大财团出手 他们才能够从国家优惠政策当中最大获益 从而转化为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既是韩国主动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 但好处是既然要加入国际竞争 那你就得按照国际的规矩办 韩国政府没有强大到能够改写国际规则 所以韩国企业它是不可能完全依赖背后 那个所谓强大祖国的 政府最多只是推了他们一把 提供了一个加速度 归根结底还是得靠财团们的小马达足够给力 能够在内生的创造力和效率方面 和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并驾齐驱的竞争 从2013年起 韩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当中所占据的份额 就稳居老二的位置了 2020年的占有率是超过了18%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 韩国半导体业之所以能够起飞 除了有政府的强力支持和财团的冒险精神之外 还离不开美国的技术开放 因此又印证了那句话 要取得成功和走对路同样重要的是 跟对人 你得看清了谁是大哥 而中国当前的衰退 当局所选择的道路是和1997年的韩国政府 南辕北辙是要走内循环的道路 内循环是啥 是要和国际脱钩 而韩国走的是出海的道路 是要融入世界规则 另外 韩国的国家队 和中国央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韩国的财阀影响力虽大 但是人家是私人企业 它和政府是合作关系 财阀势力有的时候能影响政府 但是政府也不时的修理财阀 而中国的央企 它本身就是中共体制的一部分 它是有党委输进的嘛 央企的经营负责人 也是政府任命的官僚 其独立性和创新能力 完全没办法和韩国的财阀相比 最后 选民仍然是独立于财阀 和韩国政府之外的力量 他们能够在1990年代末 推出金大中这样的另类总统 完成了之前不可能完成的改革 那这是1980年代 韩国民主转型最重要的成果 而这一步在今天中国要实现 仍然是遥遥无期啊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 咱们下回接着再聊